動漫我要聽 這寫百分百元的 怎麼會被我溫柔的掃音給你快樂 你怎麼寫太黃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電波里長永博 主持群電波里發展促進會 PVGN大小事給我仔細聽 李長國寶妙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我喜永貝啊 沒想到這麼巧啊 節目播出的今天居然是 情人節Valentine 在這麼難得的機會 當然要來點不一樣的內容咯 對不對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呢 就是整整一集的情人節 特別節目那就是 閃死人不償命 二次元情侶甜蜜蜜 永貝啊我 可是準備好被閃了呢 今天要送大家的情人節大禮 就是各種不同的戀愛作品 以及作品當中著名的情侶介紹哦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收到巧克力 都請收下我永貝的心意吧 首先要為我們介紹第一部作品的 李明有誰 李明有誰呢 晚安 我是用戀愛故事幫大家促進 腦內多巴胺的小護士達姆 大家好 我是對Fashion跟Love都很有研究的 時尚大師叮噹 哈囉我是小薇 我今天做了愛的巧克力送給大家 還有愛嗎 有 好啦好啦我們趕快跟大家介紹作品好了 第一部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呢 就是金田伊蓮時郎老師的 謊言×謊言 是個有關騙子以及危險姐弟的奇妙戀愛物語哦 好啦其實也沒有多危險 怎麼怎麼怎麼才開始就要說謊了 那這樣節目還要不要做我生氣了 我不要這樣了 騙你的啦 嗨 洪波也被作品影響了 沒錯呢這部作品就像這樣了 女主角高規湊就是生活在一堆謊言之中 事情是這樣子的 20歲的小湊在某個機緣之下 借了朋友的高中制服來穿 因為天生的娃娃臉 再加上平時不愛打扮的個性 穿上制服又化了妝 簡直就是活生生的高中小鎮妹 她呢一時興起跑到街上亂晃 這個嘛大家聽到這裡 依照少女漫畫的模式發展 小湊當然會遇到 帥哥囉 大家都很了解嘛 小湊啊她是很幸運的遇到的帥哥 沒錯 不過她遇到的竟然是 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異地小透 透看到自家姐姐扮成這副德性 當然是沒好氣的問她 你在幹嘛 然後不服辱的小湊啊 就以逼真的演技騙倒了弟弟 假裝成真正的高中生 沒想到弟弟卻反過來搭訕她喔 還希望可以跟小湊見面 雖然說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連自家姐姐都認不出來 感覺是有蹊跷喔對不對 說不定透啊也是騙人的 畢竟這部作品叫做謊言乘以謊言 對啊 我倒覺得不會啊 你們女生化妝可是厲害得很耶 說不定你們幾位卸妝之後 我也認不出來你們是什麼 哪才不會 是不是啊 不過這只是小湊說的第一個謊而已喔 之後她還給自己編了另一個名字 跟透見面 沒想到竟然被告白了 身為姐姐的小湊 為了要導正弟弟不正常的男女交往觀念 居然答應跟她交往 條件是要透斷絕與其他女朋友的聯繫 沒想到透隔天就頂著被呼過巴掌的臉頰 希望跟小湊交往 這完全是真愛啊 在我看來這根本就是對姐姐的真愛吧 因為透對小湊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體貼 為了小湊的一句 人家好想要我 這樣講大概就不想 會啦 因為她花了大把鈔票 買了皮包送給小湊 還因為想跟小湊聯絡 就幫她辦了一支免費的手機 也太好康了吧 我也想要就我男朋友 我也要 哎呀你們幾位 省省吧 算了好不好 而且這樣聽起來呢 我覺得小湊應該沒有那麼高興 畢竟這些都是建立在 在她的謊言之下才發生的好事 勇伯你真的超厲害的 沒錯 她的罪惡感是一天比一天大 原本想要趕快分手啊 但是看到弟弟最高中生的自己 溫柔體貼的一面之後 她就逐漸陷入其中 哎呀我看這位姐姐 也喜歡上自家弟弟了吧 不過在我看來 小湊會那麼難放手 跟他們姐弟的感情也很有關聯喔 其實他們兩姐弟在長大之後 關係變得非常疏遠 因此小湊一直以為 透只是個花心的冷漠王子 透的那些溫柔 都是在小湊 跟她當姐弟的時候 不曾見到的 她害怕謊言一旦揭穿 兩個人的關係就會更加惡劣 其實小湊心裡也很高興 跟弟弟這樣開心的相處吧 只不過有時候會被弟弟搶吻這樣 真好看啊 不過這部作品除了未高中生小湊 以及弟弟的戀愛之外 另一對值得注意的就是 真正的小湊與她社團同學 烏丸的點點滴滴 小湊一方面被烏丸信 另一方面又放不下弟弟 所以就這樣扮著 雙重身份過生活 其實挺累的耶 對 到底小湊的真愛歸何處呢 順帶一提 我是弟弟派的 我也是我也是嘉義 可是弟弟雖然很棒 但是烏丸也不錯 好酷喔 你是眼鏡控啊你 拜託拜託 還輪不到你們選咧 一切就要看作者咯是不是 雖然這部作品還沒有完結 那喜歡的朋友 可以跟著李明們一起追劇情喔 聊到這裡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一首歌曲 要聽到的是樂團 Sito演唱的 謊言 好剛剛聽到的歌曲是謊言 雖然是段建立在化妝技術 還有謊言之上的戀情呢 不過大家也都被這曲折的發展 吸引了吧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哪一部作品呢 既然大家剛剛已經見識過 化妝魔術的威能 是不是 魔術不靈了 接下來的作品 當然也會有那麼一點點的關係 可見 這是滿多甜蜜故事會喜歡的梗呢 接下來我們要聊的作品叫做 《枯雨宮村》 簡稱《枯宮》 有點好笑 這部作品是2007年 作者HERO的網站上 開始連載的四個漫畫 2011年由秋元Daisuke重新作畫 這部作品 相較於Liar Liar 反倒像是一部很簡單的青春小品 標準的校園家庭親戀愛 裡面沒有過度誇張的劇情 也沒有那種男一男二真的你死我活的那種場景 可是啊 這種細小又真實的校園生活鋪陳 正是它獨特的賣點 所以這部作品還有一個超微碳酸系的封號 好 現在來解釋一下什麼是超微碳酸系吧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氣泡水啊 當然啊 高級餐廳都會有嘛 是不是啊 我跟達姆只能喝超酸 都知道就好啊 氣泡水呢 是一種會不斷冒出泡泡的這個叫做碳酸氣泡 對不對 那有香味跟微微的刺激口感 跟平淡的白開水整個就是升級的飲料嘛 是啊 就是這種細緻的滋味 才使得這部作品人氣不滅 原作者呢 在網站上連載的本篇結束之後呢 還是不斷的推出各種配角們日常的甜蜜範外篇 讓讀者能夠在等待球員老師重畫的時候 同時享受之間的點點滴滴呢 嗯 大家還沒有忘記我們剛剛講到化妝這件事吧 事實上啊 哭跟公村正是男女主角的名字 哭是個在學校感覺很前衛時尚 性格開朗又人緣超好 但是啊放學後 幾乎都是我要在家庭裡面洗衣服 做飯啊照顧弟弟 動作非常粗魯的素顏女孩 而公村啊就是家裡開設知名西點店 平常在學校低調的要命的男同學 說低調已經算很客氣囉 由於留了一頭還蠻長的頭髮 又刻意戴眼鏡去遮住他的長相 所以他一年四季都穿著長袖 把自己包得緊緊的 平常身邊又散發著陰沉的氣氛 同伴同學幾乎都以為男主角 是個會買手辦回家收藏的那種超級宅男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我們的男主角公村 其實居然是個有著交際困難 而且全身刺滿了一束刺青 耳朵穿了九個耳洞 砸起頭髮來超亮眼的型男 這這這這反差太大了吧 平常之所以連大熱天都穿長袖 就是為了遮住身上的刺青 所以他超級怕上游泳課 也就是說這部作品的人設賣點 就是化妝打扮前後的強大反差 各自藉由裝扮切割生活 掩飾真實的自我 這種反差讓所有人都想不到 這兩個人最後竟然會因此走在一塊兒啊 真的因為兩個人平常都盡可能保持在這種 學校跟家庭之間完全不同的形象 所以當他們意外的發現對方的真相時 彼此心中都不斷的哀嚎 怎麼辦我的素顏或是怎麼辦 以後大家都會發現我留長髮遮耳洞的事情啊 這樣的意外彷彿變成了一種交換秘密 當彼此發現對方都守口如瓶的時候 對方反而成了自己唯一能夠表達真實自我的人 漸漸的他們開始感到一種 不希望和其他同學分享秘密的心情 變成了友達以上 戀人未滿的好朋友 這個曖昧不明最美啊 是不是 是 勇伯我也年輕過嘛 好不好 你們笑什麼啊笑那麼開心 在嘲笑我嗎 沒有沒有 這種分享秘密 又不怕曝光所帶來的強大安全感 讓兩個人更加的依賴彼此 當他們開始發覺對方的獨一無二的時候 真正的戀愛其實早就已經開始展開了 因為公村與哭的相處一直都是以一種為家人的方式 就是那種非常非常融入 還會被哭逼著去幫他搶那個 因為下課時間要開會而差點會買不到的特產金 對 或是幫他到幼稚園接送弟弟之類的 嗯 公村到底是家人還是戀人呢 好猶豫喔 真是少女系的煩惱 如果同時包辦家人跟戀人也太幸福了吧 對啊 這個問題還是交給我們女主角本人去煩惱吧 來一首主角聲優賴虎馬沙美在OVA中所演唱的新學期 閃開 讓專業的來 ACGN的療癒時間 待會回來 你現在聽到的是來自菲根與小佛的插曲 When Will He Call Me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 今天為聽眾朋友們介紹的是情人節特別節目 閃死人不償命 二次元情侶鐵然蜜蜜啊 換了夥伴了喔 在第一段節目當中呢 向大家介紹了兩部日本作品 但是因為男女主角實在太曖昧太糾結了 讓我們三位李明現場都受不了了 決定要跟大家分享比較歐美派的作風是不是 沒錯 我是希望男女主角可以跟自然大方的在一起的安親版姐姐嘎嘎 我是建議大家別再數花瓣做戀愛占卜 直接跟我買花送對方的賣花女諾維 我是阿溪 情人節我都會買花跟巧克力送我的小熊克里斯喔 回歸主題 她會不會起來吃啊 好恐怖喔 這是鳳梨口味的嗎 我們趕快回歸主題 剛才播的歌曲是來自動畫《飛哥與小佛》 描述的是他們的姐姐凱蒂絲 正在等男朋友傑洛米的電話 那種既難熬又期待的酸甜時光 今天我們要以凱蒂絲跟傑洛米這對情侶為例 教大家三個訣竅 揮別曖昧痛苦的糾結 散發甜蜜粉紅的光波喔 沒錯 凱蒂絲原本只是暗列著傑洛米 傑洛米也是若有四五的 堪跟凱蒂絲愉快的相處 但他們沒花多久的時間 就甜甜蜜蜜的在一起喔 但是我記得凱蒂絲不是時常冒出一些 無端的妄想把自己弄得焦躁不安嗎 例如害怕傑洛米喜歡上新認識的女生 或者是害怕傑洛米覺得自己無趣 戀愛中的少女啊 內心怎麼可能完全沒有糾結呢 也是啦 但是凱蒂絲有個排解不安的密招 也就是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訣竅 找閨蜜抒發或尋求意見 像凱蒂絲她經常透過手機找好朋友史黛希 訴說她跟傑洛米相處時遇到的瓶頸 或者是預先演練一下她想對傑洛米說的話 不過這一招不可以太平凡的使用喔 這樣才能避免朋友覺得不耐煩 不想要再理你了 不然你的朋友就會像史黛希一樣 一直用電腦重複播放 的聲音敷衍你 對 然後把心情調整好之後呢 就是第二步 多認識對方 多跟對方相處 像是凱蒂絲啊 就常去傑洛米打工的地方 跟傑洛米說聲嗨 或是在她周圍一直繞來繞去的 偷看她平常的胸鞋啊 或者是工作的樣子 各種時刻不同的風貌 等一下 在周圍繞來繞去 不是跟跟蹤狂一樣嗎 有點變態 這樣對方不會覺得怪怪的 然後就躲起來了 如果大家發現 常有個人在身邊繞來繞去 應該正眼瞧瞧那個人 如果不討厭 記得也要秉持 多認識對方 多跟對方相處的原則 先互相了解 再下定論也不遲啊 像傑洛米 雖然隱約知道凱蒂絲在偷看她 還是大方的去跟人家打招呼 所以才沒錯是這個 讓她覺得有趣又心動的女孩啊 嗯 對啊 後來傑洛米呢 也常繞到凱蒂絲家的附近 甚至加入凱蒂絲的弟弟們 各種天馬行空的計畫 偶爾招凱蒂絲去 飛哥與小福的餐廳或洗車場 吃個飯約個會 體驗新奇好玩的發明 順便欣賞凱蒂絲想讓弟弟 倒大眉的時候 臉上有趣的表情 哎呀 各位看官 這樣不是很美好嗎 哎 你不提我都忘哦 傑洛米曾經表示 凱蒂絲看到弟弟的各種發明 而氣沖沖的模樣 就是她喜愛凱蒂絲的原因之一呢 哎呀 好肉麻啊 如果她當初沒有多認識她一點 也不會發覺這種恰伯伯的姐姐 其實可愛呢 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耶 嗯 那麼等到雙方都各自確認 自己的心意之後 就來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個訣竅了 那就是好好地回應彼此 然後接受大家的祝福 就像凱蒂絲跟傑洛米 不怕其他人的揶揄 自然地出雙入對 甚至一起在台上合唱情歌 理所當然地發射粉紅光播 三四觀眾一樣 就是啊 想要避免曖昧 跟迴避導致的各種痛苦 就不要自己煩惱東煩惱西 跟凱蒂絲和傑洛米一樣 真誠地回應彼此 這樣順利又沒有胃痛情節的過程 不是更加可喜可賀嗎 沒錯沒錯 所以明明喜歡彼此 卻還在糾結的男男女女啊 不要再自尋煩惱 大方接受來自各方的羨慕嫉妒恨就對了 沒錯 這個聽完你們煞有其事的分析 講得好像很懂的樣子 還一二三呢 不過勇博我倒是好奇了 那各位你們的實際經驗是 但是 我們馬上來聽首歌 這是凱蒂絲跟傑洛米第一次 在動畫中合唱的情歌 到现在的情人节都一直念念不忘 但话说回来也只有百集以上的卡通 才能经营出这种一年四季陪伴在大家身边一起过节的感觉 而且这样的美式浪漫跟我们刚刚第一段节目所介绍的日式浪漫又不太一样 不过为了爱耍尽心机而与我诈 也不需要费尽心思当个双面人 喜欢就是喜欢嘛 爱就是要大声的说出来 是不是挪威 是 那我们要不要再更上一层楼 再international一点来聊聊不平凡的法式浪漫呢 诺维这个点子不错耶 其实一说到浪漫这个词 我还是会第一个联想到法国人 哦原来阿星喜欢法式深吻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吗 没想到你喜欢的是这么重口味的style 没有啦勇伯你误会了我只是 阿星我觉得勇伯一旦开起了自动脑谱的模式之后 你想要怎么解释应该都没有用 你放心吧 对我就成了变态大叔 好啦阿星你不要担心 为了不让勇伯更进入 更进一步的幻想模式 我们就来聊聊比较特别版本的 王子宇公主吧 确把我讲了跟什么一样真实 没有啦 没礼貌 是对不起 我为什么要道歉 好啦好啦 这部片名呢听起来是有点普通 但是却一点都不普通哦 它是在2000年所推出的法国动画片 是由曾任世界动画电影协会主席的欧洲动画剪指大师 米歇奥赛罗所导演的作品 等一下 你刚刚说什么 剪指大师 对 剪指 勇伯你没有听错 就是剪指哦 因为这部长达一小时左右的动画 大家看不到五彩缤纷 特效绚丽的画面 完全 全程都是采用中国剪影的手法来呈现的哦 嗯 大家不要小看剪影动画 其实它的难度 比起现在一般主流动画的难度要高上不少 因为其实你想嘛 当画面一朴素起来 相对能传达的讯息也比较少 所以画技的表现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哦 嗯 真的 哪怕所有的人物看过去都是一团欧密码 对 我还是立刻就被他的画面给深深吸引住了 而且啊 我觉得这样你反而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自己去想象 当然 我发誓 这绝对不是什么法文啊 还有它简单 却带有浓浓异国风味的配乐所制造出来的催情效果 No way 你这样刻意强调是什么意思 还讲说不是呢 根本就是嘛 对不对 好了好了 好作品当前就不跟你计较了 所以这部王子与公主讲的就是一位王子跟一位公主的爱情故事咯 其实完全不是耶 那是什么 故事一开始是设定在现代的都市丛林中 有一位老前辈带着一男一女的动画师 想创作出精彩又有趣的故事 于是他们开始利用想象力 和一台神奇的机器让他们cosplay 进入不同的次元时空中 把六个不同时代背景的预言所演出来的故事哦 六个故事里面我比较喜欢王道英雄救美的钻石公主 里面的王子为了一见钟情的公主抱着即使牺牲生命的觉悟也还是要见公主一面的心情 实在是太帅了 嗯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无花果少年 虽然女主角是非常残酷的埃及皇后 但是傻人有傻福 天然带着少年成功靠着冬天的无花果 跟皇后展开了一段特殊的关系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本片的同名故事王子与公主 看完之后让我深深体会到 接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还有情侣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这个什么心得啊 跳动跳得太快了吧 被你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搞得 我好想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嘿嘿对吧对吧 看完包装你会觉得这部动画不简单 不仅讽刺了很多两性上的问题 也暗喻了很多人生的哲理 是一部非常深层的作品哦 而且动画中间穿插了一个 一分钟的思考与讨论时间 这个手法也非常特别 大家在看的同时 要把握大师的贴心安排 跟身边的好朋友好好聊一聊哦 嗯虽然不能马上让大家看到 不过这边替大家安排了一首 法语版的EVA经典ED 让大家感受一下法式浪漫咯 好来听这首由罗拉费奇 所演唱的法文版 Fly me to the moon 来来来年终大拍卖哦 饼干零食大特价 哇 克里斯是非卖品啦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在今天我们是情人节的特辑 上两段节目当中啊 我们听过了两小无猜还有浪漫的公主与王子 那我来问一下大内还有卡鲁 你们喜欢哪一种类型的 Nan de ichi nari 走到突然又问了 我觉得两小无猜不错啊 被你选择 其实我也想要 什么 我现在跟卡鲁一样 为什么为什么原因 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从小两个人是朋友关系 一直没有发现说彼此互有好感 就长大后因为某个切记忽发现 我身边这个人好像不错 这感觉还不错啊 而且我觉得公主王子的那个情境太遥不可及了 就太梦幻了 但其实我刚讲的也蛮遥不可及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情境至少比较可能发生 其实我觉得不会遥不可及了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杰伦还有昆琳小姐 二位在那豪华的这个庄园里面 城堡里面结婚不浪漫吗 什么 因为我嫉妒 你以后也找个杰伦 好了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被哪一种类型的作品来轰炸呢 哈喽我是Melon 跟大家预告 接下来是大年开心的时间了 其实卡鲁我也很开心 这部作品从他漫画出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追着跑了 然后在动画播出的时候 我就一直好想介绍 但是一直苦无机会 现在终于让我给等到了 那就是世界一出了 世界一出恋是中村春菊所画的单美漫画作品 当时中村老师已经以纯情罗曼史这部作品打响在业界的名号 世界一出恋则是承袭了该部的世界观 描述玩穿书店出版社中几位编辑或是作者之间的爱情故事 之后也出了广播剧TV动画版OVA 其中一组CP横则龙史的场合还出了剧场版动画呢 对 这部作品里主要有四组情侣哦 标题都会打上譬如小野四律的场合 这表示这篇的视角是以小野四为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里面只有两对会在漫画里面出现 另外两对呢是分别出在不同的小说里面 而且小说台湾没有代理 所以看不懂的粉丝们只能从动画下手啦 不过最主要的故事呢 却是围绕在高野正宗还有小野四律这一对 小野四律进入顽川书店 想要从事文学书的编辑工作 却没想到被分发到了少女漫画部门 遇到的上司又是超级严格的 最后更发现原来这位上司就是自己高中时候喜欢的学长 怎么回事 不过两人的重逢 其实并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感动 因为他们高中最后一次见面 是以不太愉快的方式分手的 当时小野四原本非常憧憬学长 都躲在暗处偷看学长在图书馆看什么书 然后他一还书就马上跑去借 就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学长的名字下面 好甜蜜 蒙蒙的 结果有一天竟然意外的不小心刚好要跟学长拿同一本书 两人面对面碰到小野四一个忍不住就告白了 好开心 没想到学长接受 两人正式开始交往 但是没过多久 小野四就误会学长在玩弄自己 想了太聚回全体之后就出国留学了 不过重逢的当下这个误会就解开了 而且之所以没有马上认出来 是因为高野在那之后家里父母离婚 所以他改过姓氏 虽然小野四从高中那件事开始就变得很愤世忌俗 宣告再也不相信初恋这种鸟事 但是高野却自信满满的表示 我一定会让你再次说喜欢我 觉悟吧 超帅 于是这段再度跌入初恋的路程还在进行中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 你可能做了某个决定 或是身旁发生了某一件大事 事后让你十分悔恨 那么之后跟这些决定有关的人 你通通都不会想要再见到 甚至连这件事也不想要再回忆起 我觉得小野四就陷在这种情境里面 但是重新遇见高野的他 确实也感受到高野的温柔 这份情感跟过去的悔恨不堪 通通交织在一起 使他长长暴走 我觉得这点还蛮猛的 他每次都在最后在那边讲什么 他就一直死不成为那是恋爱这样子 但是高野马蹄是好男人啊 碰上对他有意思的别人 他会专门把他找出来 然后拒绝他 是明确的拒绝哦 不像很多作品到后来都在开后宫啊 而且当时看动画 听到那个甜言蜜语 一说完当下下着BGM 真的是眼泪都泛到眼眶了 小野四快点坠入青梦吧 故事里面也传达对于初恋这个词 不一样的解释 不一定是第一个交往的人就是初恋 应该是第一个让你刻骨铭心的恋情 才是初恋哦 所以初恋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 大家好好的等着掉入的那天吧 最后要欣赏的歌曲是你哭什么 对不对 好吧介绍歌曲 前面几组的故事实在是太甜蜜 永伯我的墨镜都不知道被闪破了几副了 大家也要撑住啊 Melon 最后要介绍给大家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部轻松搞笑的漫画作品 家电女Crazy for Electronics 家电女怎么听起来跟恋爱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啊 永伯别急 的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闪死人不偿命的二次元情侣 但是恋爱的对象不一定要是人类对吧 那说的没错 这部漫画描述的就是女主角与各种家电之间的故事哦 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女主角美玲吧 美玲她是为职场女强人及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不管是多么难缠的客户或是难题 她都能迎刃而解 但是同时呢 美玲也是一个重度的家电宅 下班后唯一的乐趣呢 就是逛家电卖场 看看哪一个唱牌又出了哪些新品啊 总是用陶醉又充满着热情的眼神凝视着家电 而且美玲为了能够享受被大量家电围绕的生活 她不是住在公寓里哦 她买下来一栋仓库 这仓库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没错 而且虽然美玲平常都酷酷的 但是只要看到家电就会像恋爱中的少女一般不停地开小花 说她一辈子的恋人就是家电也不为过呢 但是呢 美玲却有一个烦恼 那就是非常不擅长面对男性 在工作时 美玲可以将男性视为人类而硬撑过去 但是当男性以追求的眼光接近她时 她就会反射性地拉开距离 因此美玲在公司有着冰山美人的形象 唯二的男性好友也是家电卖场的店员 没错 其实美玲也一直想要改变这样的自己 却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就在某一天晚上 苦恼的美玲经过了一个小型神社 并顺势许下愿望 希望自己不要再下意识地拒人与千里之外 没想到回到家以后 家里突然多了一位年轻的男性 手上呢还拿着香味扑鼻的尖角 当美玲还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这位男性居然对她说 真过分啊 明明是你把我买回来的 能够如此绝妙地调节蒸气 并用照 耍帅到一半 调节蒸气并用烧烤的方式煎出尖角 同时还可以做出普罗旺斯杂绘的超级角色 除了我莲丝以外 还有其他人吗 好我们谢谢卡鲁兔崔的演出 很洛奇耶 真烂财 好啦其实这位莲丝 就是美玲在前一天新买的微波炉化身而成的 偷偷补充一下 莲丝的日文读音是Langy 跟微波炉的日文同音哦 面对这突然又有点莫名的发展 让美玲有点手足错 一度还不小心说出 小心我把脸的插头哦这样的发言 好像很痛 对可是这一点让我觉得美玲有点可爱 神奇的是害怕男性的美玲 竟然可以正常地和莲丝谈心 不会下一世的逃避 大概是因为美玲将她视为家电的关系宝 在莲丝的帮助下 美玲也顺利的和同事们拉近距离 后来还不止莲丝 自从那天开始 只要美玲买了新的家电 这些家电都会一一变身成人类男性 帮助美玲解决烦恼 而且都是大帅哥 没错 除了常见的洗衣机和空调之外 还有空气清净机 自动吸尘器 暖桌 甚至连烫睫毛器 负离子电卷棒点 美容家电也陆续登场 而且这些家电领人化之后 和美玲的互动都超好笑的 但是可别以为这部作品只专注于搞笑哦 作者也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家电的特色跟功能 并且剖析了各式产品的优缺点 我读完之后深切地感受到 日本家电的强大跟深奥啊 话又说回来 也不能忽略和美玲同一个部门的男同事幼木 虽然幼木将美玲视为竞争对手 而且还是个傲娇 但是又会不时地关心美玲 给予意见哦 看来呢 除了化身为美型男的家电门之外 美玲跟幼木的发展也非常值得瞩目的 不知不觉就到了节目的尾声 又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咯 如果听众朋友们 想要跟本博或者是李明们聊天互动的话 就赶快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嗯也别忘了下星期二YouTube会放上录音花絮哦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晚安曲 是日本家电品牌的广告歌曲 Konoki Nanoki 嗯最后也要祝福大家 有一个非常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而且还要祝大家 情人节快乐 下个星期见咯 拜拜 我要走回二次元了